沙田主場仍戰藍華 由於四海流浪和大埔和波的關係 沙田在數字上都令到他們要睹定降班 但他們在這場正選項目方面 仍然排出一貫正選項目 黃鎮宇雙語復出,打回正選 朱紹基就拍法比組成一前一後的前鋒組合 另外還有力圖、美高、沈國強、羅詠麟、賴啟卓、艾迪神、黎俊傑 甚至乎隊長的門將范俊葉 亦都是冠償的正選成員 至於藍華方面 龍門和國泉又出落了張春輝打暗正選 後衛方面兩集由李偉良和黃展鴻打暗 中堅亦都是沙培神和陳薇豪 至於中場方面 唯一的變動就是文彼達這位 很少有機會上陣的球員都打暗正選 而赤赤亦由後衛拖上前鋒拍著李奧 李奧在周中的喊血盃回開二度 看看能為今場球就球進了 何國泉接實了球之後打過反擊 范俊葉出刃可能出刃太軟 結果被溫宏神推過了 但這一下射門亦都軟弱無力 沙田輕易護空門 這一下長球倒進去 葡萌王鎮宇第一時間鬥回來 中間給沈國強 在17分鐘為沙田先開紀錄 1比0 對沙田來說 沒什麼好爭之下 反而看起來 比籃花更爽 起碼 他得到退去 中間沒有人接應 結果反而被留在後面的 羅詠麟來的冷戰 好過全都懶不提防 單手托迦波出界 南華波得一個自由球 是歐沖射還是威廉神射 威廉神射在省中人牆 後面的黃展鴻有機會來個遠射 雖然有球員擲到大飯也能接到這個球 開始來到下半場 國球攻勢南華球員解圍 但當然不遠落了黃鎮宇 黃智宇也被了隊友 但這次被南華的李奧踢掉了 令到李奧這場球兩黃一紅離場 令到南華這場球全裂了 這個自由球也解圍了 解圍成功了給南華 氣旭所在又去到接近保時階段了 南華博到一個自由球 由李海強主石 但隔壁的層外豪也可以一射 結果李海強主石說這球球射得很漂亮很漂亮 范鑽宇也飛到盡一盡也接不到 藍華在這個時候追成一比一平手 重現柱光之後 這下國球一開出之後 沙田球員解圍不到 結果被門前的沙維晨頂入 頂入成2比1 去到這個時候 沙田球員相當失望 而南華的球員也相當脆弱 如果以這個比賽完場 南華就能夠 提前奪得聯賽冠軍 但沙田球員告訴南華球員的球迷 竟然特別精出 但是香港很開心未免太早 麗球這下頭場棒不到 沙... 沙.... 沙...沙... 沙...沙... 放下頭場一頂 結果加了一頂 讓球隊追成2比2平手 這下都相當戲劇性 結果沙田又炒過了南華 提前奪得聯賽的好機會 2比2完場 南華越到5月16日對著大中 才有機會提前奪得聯賽冠軍